善恶和福 思豪不爽 明恩色果 去恶修善 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冥報記》 今日為大家講述 吹浩的故事 侯毅 師徒吹浩 是一位學識冤博 有才華謀略的人 他逢是太母帝 太母帝對他言聽計從 國人都以他為榜樣 吹浩拜道士 扣謙之為師 得必不信佛法 時時做些虛偽荒誕的事 很多百姓也仿效起來 他看到妻子讀經書 便搶過來 釣到井裡 有一次 他跟隨太母帝到長安 進入一座寺院的時候 看見 公、箭、刀、矛等武器 太母帝大怒 朱薩子裡的真人 趨浩 趨浩趁機盡殘言 認為應該將真人 全部殺光 焚毀所有的經書和佛像 太母帝立即下召 全國各地 依照長安的做法去執行 他的道士師父 扣謙之 激力勸了 崔浩也不聽 扣謙之對崔浩說 你這樣做 今後必會有殺身之禍 滅門之災啊 四年之後 崔浩果然無罪 全逐慘遭殺害 行刑之前 他被載在木板車上 觀禮派十個人 在車上 輪流向他嘴裡殺尿 走了幾厘路 他實在忍受不住 這種靈弱的痛苦 大聲號叫哀求 最後身受五刑而死 自古以來 遭到這樣 殺六羞辱的人 從來未有過 太母帝後來 亦錯殺了太子 沒多久 他亦被幻觀中愛所殺 當時的人都認為 這是他們毀滅佛法的報應 善惡因果 輪迴報應 真迷醒亡 康靜人心 親愛的聽眾朋友 這期的《冥報記》 就播送到這裏 歡迎你繼續收聽 我們下期再會 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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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